那就给自己留点面子行不行 事实上你也没有多喜欢他 一个人如果真喜欢对方 不是想着改变他 而是想着改变自己 只想着改变对方 不改变自己的人是很自私的人 而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总是想要改变对方 结果你会发现对方无法改变 到头来妥协的是自己 谁苦谁知道 你说呢 你看这上面的灯 和地上的影子 彼此同时存在又同时消失 无法占有对方也无法离开 彼此变换又彼此适应 到头来谁也离不开谁 这才叫相爱 你总想着改变对方 引起的只能是战争 但如果你是接受对方 这才是生活 事实上真正的生活 就是接受对方 彼此适应共同成长 生活没有那么容易 改造一下 这就是成为我的如意军狼了 没有 我们在适应生活 适应彼此的过程当中 都要经受煎熬 不是改头换面 换到衣服就可以的 事实上你也会发现 在接受一个人的过程当中 有很大的痛苦 我告诉你 人的这一辈子 他的性格会有稍许的改变 但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如果他一旦有很大的改变 说明他戴上了面具 他在欺骗你 而你刚才也说了 你最讨厌他秋后算账 如果这个男人是个狡猾的男人 在你面前装得非常乖 完全按照你的来 等了结婚之后 给你算总账 那个时候痛苦的是谁 所以第一 今天给自己留点面子 人家不愿意改随他去 第二 也想着自己有什么地方 是需要调整的 如果接受不了 就干脆离开 省得婚后更加痛苦 如果愿意彼此适应 彼此接受 那就再努力一些 好不好 闭上罪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孟老师 谈恋爱也好 还是生活力也好 是对自己亲密的人也好 还是普通朋友也好 大概在我看来 有一个分寸感吧 女生是不是分寸过了点 情感再好 也不能合成一个人 这是生活的真理和本质 如果你们老想着 你就一定是我 你要变成那个我想要的我 那就算了吧 怎么可能二合一呢 以后再谈恋爱的时候 不愿意做的事可以直接说出来 因为你不可能伪装自己一辈子 秋后算账多少有点招人烦 来吧 接下来你们自己选择吧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希望以后 你其实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改变了 我可能会好好地想想我自己的错误 是不是我太过于强求你了 我可能会控制一下我自己的情绪 不再那么地尝试去要求你 其实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也时间也挺久的了 你平时跟我说的那些事 我觉得就是男女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男方确实应该迁就一下女方 所以你说的那些事我都去做了 虽然有些事情是我不怎么愿意的 但是我都是跟你去做了 我觉得在一起确实 男方确实应该要迁就一下女方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跟你说了 我只是想你有时候 能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 为我多考虑考虑 就是多站在我的立场 考虑考虑就行了 请梁登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索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由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吧 我们见证属于这对恋爱人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量的灯啊 请亮灯啊 请亮灯啊 来 谢谢 谢谢 我们见证属于这对恋爱人浪漫时刻